因為我做了很多困工 經常被人解僱 我試過因為沒有錢交租 而銘銀行借了一萬元交兩個月租 我試過因為沒有錢交租而要借錢交租 當時其實都很疲狂 因為你連交租吃飯都沒有錢 其實都很疲狂 所以當時我就想 經常被人解僱是為了辦法 因為想辦法去創業 但我又沒有資金 沒有資金可以怎樣去創業呢 我小時候很八卦 經常研究通信 經常去研究諸葛神算 黃大仙靈簽等等 看獎 看相 小時候 因為我很有創意 我中文很好 所以經常幫同學解籤 同學叫我黃大仙 我看自己這麼有創意 就去買一本塔羅牌的書 研究塔羅牌 就去咖啡廳住場做占卜師 就幫人占卜 我覺得我是創作 我當時覺得我是幫人做輔導 人家問感情 我就教人追女生 人家問事業 我就教人 好像做清除事實就要教她 所以當時 就覺得自己是幫人做counseling 那些人問的東西很有趣 例如那些人多數是問事業 問感情 那 後來我放棄了一部做 是因為咖啡廳倒閉 就是不關我的事 那不是我頂隊倒閉 那我又沒有錢再存 我一定要找工作 那時候 都不知道找什麼工作做好 很想有旅遊業 但是 你看到大學生就不聘 有些旅遊社看到你大學生 又不聘 我很想做旅遊社 那時候 但我後來知道 原來神開的路是 那時候什麼時候都後來 真的約到旅遊業 我當時說要出張唱片 我是放棄了 因為 當你做節目的時候 你的眼界很狹窄 你看著前面 神你喜不喜歡我 我這份工作還不做到 但你見不到 神和你寫了這麼大的遠景 如果你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的時候 你的眼界很狹窄 就好像問一個小孩 想做什麼職業 他會回答你醫生老師 因為他只能接觸到醫生和老師 你占卜 你從自己的角度去看 你會見不到神一個更大的畫面 好像我看到自己 游不到演藝界 原來神根本就不想我在那裡發揮 現在我都在做藝術 可以作愛曲 可以寫我的唱片 神的眼界 高於我們的眼界很多 但如果你是用占卜角度 你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是多麼狹窄 多麼狹窄 但我們真正信神的人 我們交道給神 我們不需要知道未來 但神會跟我們想念他 我們依靠他 聽他說 熟習聖經 聽他說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就不會再繭複 因為那件事 價值觀本身也很有問題 而當然其實這幾隻牌 又怎能說到你的人生 因為你的人生多麼複雜 達到十二星座 世界上的人 真的分得十二種 不簡單 在中國很多術數中 會說 你這條隔壞 你生出來的命不好 你生出來就是賤 但其實 在耶穌的角度 沒有一條命是賤的 每一條命 每一條命 都是神為我們度身定做的 每一個人 都是神用耶穌 用他的補血 去贖我們回來的 每一條命是賤的 因為你的命 是為你度身定做的 你有獨特的家庭背景 你有獨特的村長 獨特的路 獨特的夢想 獨特的能力 所以人家什麼 生在皇帝頭 就很有負責 生在皇帝室 就一生辛苦命 傻了 這些價值可以荼毒人 如果你信耶穌 你的命是最好的 因為神 是會為你這個人 特別度身定做 一條屬於你的命 給你 送給大家這隻 上上的福氣 本來是想叫上上籤 但沒理由教歌 用別人的 用別人的 用別人的信用來改作歌名 好樣衰 對不對 所以不叫上上籤 就叫上上的福氣 所以如果你想有福氣 你想怎樣呢 不是要作福 不是要求什麼 拜什麼太祟 然後你接受耶穌 你就擁有這份上上的福氣 所以問在座 有沒有哪位是未信耶穌 全部都信 真的太好了 還想找些機會 可以帶一些未信人信主 不過不要緊 遲些百萬點擊率 總有些人未信的人 會看過 然後打動他 相信耶穌 所以大家聽聽這份上上的福氣 就是說 只要你接受耶穌 你就擁有這條上上籤 就是我們上上的福氣 信耶穌的 個個都是上上籤 你整條命都是上上籤 是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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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